全文一更到底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这次主角又又又是柳如烟 但这个柳如烟 你能给几分呢 和金圈公主柳如烟引婚后 我上了一档真心话直播综艺 节目上主持人问我 听说你和你老婆是A制 我笃定点头回道 是的 她愿意跟我A制 主持人看热闹接着问 那你们吵架一般谁先道歉 我仔细回忆了下 反正她说我在挂她电话试试 后面我就不敢了 当晚 弹幕炸了 无语 受不了懦夫 这都不离婚图什么 难怪又争又强 还爱出风头 原来付出是因为没钱了呀 还有人一直拿她和一腾城 她该好好学学人家一腾城 不争不强 人淡如菊 一腾城才是清醒大男主 继伯出整个一懦夫恋爱脑 她也配 直到后来 有网友目睹 金圈公主柳如烟 送了一艘巨型邮轮向我道歉 还被我当街甩脸子 网友震惊 她老婆是金圈公主 天杀的 还送了一艘巨型邮轮 以及一整个甲板的玫瑰花 好好好 刘二维这些年你受苦了 不过你老公得给我道个歉 行行行 合着这些年只有我 是摇摆不定的恶毒NPC呗 我是当红男星 因为在综艺上的一句话 喜提前五高位热搜 全网骂我懦夫 恋爱脑 加上主持人的刻意引导 以及营销号断章取义的剪辑 各路网友边骂边 把我老婆是谁 但刘如烟的身份 是不可能被轻易扒出来的 于是 网友又开始把我 和当红小生伊藤诚 作为对照组拉财 伊藤诚因为综艺上人 淡如菊的性格 吸了无数死忠粉 全网夸他有涵养 不争不抢 玩游戏时 伊藤诚帮对面队伍 找到了关键线索 网友 他好可爱啊好man啊 我们的小男孩好呆哦 拿到线索也不会藏起来 是会主动分享的好宝宝 还不忘顺带猜我一句 这要是换季博出来 还不得争强好胜 把线索藏在自己身上 我一哥提提面面 前面的烦死了 看个综艺能不能 别提晦气的人了 伊藤诚和我算是 同一个赛道 甚至我俩还是 童年童月生 自然成了娱乐圈 天选对家 前五个热搜 貌似有人雇了水军 广场上才我捧 伊藤诚的话题 愈演愈烈 而伊藤诚的粉丝 甚至控住了 大部分评论 别蹭别捆绑 我哥可不是 懦夫恋爱呢 我哥next 来过了 某家还真是登月碰� 整个热搜的架势 让我不得不怀疑 这些是否出自 这位人淡如菊的 伊藤诚之手 无数网友蹲点直播间 看狗仔爆料 我老婆是谁 我看着直播间 狗仔们戴着面具 分析的头头是道 说到我老婆 又普通又自信时 我没忍住扑斥一笑 正巧 房间门从外面被打开 我翻身一看 乐了 我憋着笑 把iPad 鞠给柳如烟看 柳如烟 有人骂你是普性女 你不出手教训教训他们吗 柳如烟皱眉不解 什么意思 我哈哈一笑 就是说你有普通又自信啊 哈哈哈哈 柳如烟无奈地看着我嘲笑她 却转眼注意到 我穿了件清凉的睡衣 眸色加深 她趁我不注意 开始解开头发和睡衣扣子 我边笑边用小号 给吃瓜群众点赞 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扑到了我身后 看着我的举动 捏起我脸颊的肉 好啊 又再给我点黑赞 她另一只手 顺时摸上我的腰 渐渐往下 痒啊 你烦不烦 快去洗澡 别碰我 我躲过她的手 听我助理说 你又在网上说我坏话了 我眼神开始躲闪 看来她知道网友在骂她了 哎呀 就是有点无聊吗 你要是无聊 待会来做点有意义的 柳如烟也谋深爱 哼了一声 去了洗浴室 我在床上翻滚了一圈 脸颊发烫 完蛋了 今晚躲不过了 与此同时 有直播综艺导演火眼金睛 看上了这波热度 邀请我做节目嘉宾 直到录制当天 我看着那位仁淡如菊的当红小声 款款从房车上走下来 助理为她打伞 经纪人扶着她的手 墨镜也没摘 俨然大腕明星 伊藤诚不知道此时 节目组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综艺直播弹幕瞬间炸了 卧槽 天选对家一起录制综艺 这是什么修罗场 然而接下来到场的人 网友更加震惊了 沈又楚一下车 就跟粉丝和节目组打了招呼 过后 直接站在了伊藤诚旁边 沈又楚 当红流量女演员 跟伊藤诚是荧幕CP 伊藤诚对她的态度不嫌不淡 反倒沈又楚像舔狗一样 但据我所知 当时电视剧爆火 是南方这边亲自发微信 说配合炒CP的 这让弹幕更沸腾了 这期节目是会搞事情的 这还不得爆炸呀 哈哈反正我是爱看的 啊抱抱抱猫猫多做饭 感觉尸体都变得暖暖了 当然 还有伊藤诚和沈又楚的CP粉 带节奏骂我 记不出看沈又楚什么眼神了 感觉寒情默默的 他懦夫入脑 回家看他的错老婆去 可千万别祸害我们小情侣啊 我粉丝 现在到底是谁家在懦夫啊 救命 伊藤诚向所有人都打了招 却直接掠过了我 转而向沈又楚抱怨说太闪了 让沈又楚给他打伞 沈又楚有些尴尬 但还是接过了 伊藤诚助理递过来的伞 伊藤诚慢悠悠地走进了录制场地 节目组开始讲解游戏规则 然后先让我们玩几句真心话大冒险 当作开胃菜 真的是A之吗 问完之后 他还特别善解人意补充一句 博出要是不好意思说就算了 接着他转向导演提一道 也别让博出喝酒了吧 弹幕尖叫 天哪 我们腾诚是什么天使小男孩啊 说真的 既博出该跪谢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把我喝酒的路直接堵死了 刚刚我分明看到 他眼神里闪过一丝幸灾乐火 于是 我唇角一勾 开始解释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我上次的意思是 我们家主要是我老婆负责开销 我负责花我自己的钱 弹幕 懦夫就是懦夫 还专门上节目帮自家亲亲老婆解释 真受不了 一腾诚听了 拧嘴一笑 博出还真是爱开玩笑 他的话意有所指 表情也是一脸不相信 节目上还有另外三个嘉宾 大家开始分组做游戏 另外两个女嘉宾和一个男嘉宾 竟然开始争抢和一腾诚组队 一腾诚脸上清淡一笑 温生说 我都行 不过纪博出也是队长 你们也可以选他 我不介意的 沈又楚静默片刻 看了眼导演组 说道 既然你们选一腾诚 那我就选纪博出一组吧 一腾诚听到沈又楚选了我 刚才自信的脸色瞬间变了 竟然当众不高兴了 他走到沈又楚面前 低头看他 皱眉嘟嘴问道 你不选我呀 真的不选我 沈又楚顿时手足无措 弹幕 好难过 抱抱猫猫竟然要分开了 都怪纪博出 神烦他 弹幕连带着也开始骂上了沈又楚 我服了 渣女 渣女结绑吧 他配不上我一哥 我和沈又楚成了一组 其他人要死要活 跟着一腾诚一组 一腾诚脸色难看 暗地里给我甩脸子 节目组的游戏 首先要选数字转转盘 我们组抽到先开始选 我选了我的生日数字 一腾诚猛地站起身 语气略带不爽 你把我的生日选走了 我一直盯着看 就想选自己生日来着 我一脸莫名其妙 皱眉道 抱歉一先生 首先这也是我的生日数字 其次麻烦你遵守游戏规则 一腾诚没想到 我直接反驳了他 气得脸色通红 算了 反正我的生日指望我自己 我们待会可不会再让着你了 说得好像刚刚是让着我似的 弹幕 我们腾诚都要被计划出气窟了 我服了 节目组在干嘛呀 当然也有人骂到 就他矫情 说好的人但如局呢 不争不抢呢 我也觉得一腾诚怪怪的 先是抢审又楚 后面又是抢生日 一腾诚差点没维持住他的体面 接下来游戏过程中 打一下头 一点都不痛的 杨伟是他一组的男生 听到这话 他嘴角抽了抽 最后无奈点头同意 弹幕 哈哈哈哈 他还比划一下 一点都不痛 好可爱哦 杨伟粉丝 可爱你嘛 别人不是人吗 最后 因为一腾诚处罚惩罚机制太多 他们对惨败 一腾诚被打脸了 出来时我听见他在抱怨队友 你怎么回事 让你去找线索找半天都不回来 还有杨伟 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有点用 他刻意压低了声音 直播间听不到什么 弹幕 我们腾诚肯定在自责 腾诚别难过 下局肯定是你们对赢 我和沈幼杵 在这一局得到三条线索 而一腾诚组一个都没有 在摄像头面前 一腾诚显得自责无比 然后又直直朝我走来 语气轻柔地问我 博出 你们组得了三个线索 能不能分我们一个 一个就够了 说完 他还轻轻竖起一根可爱的手指 估计他的粉丝心都化了吧 我暗自冷笑 不得不佩服于他的后脸皮 我故意学着他说话 不行了 你刚刚说要靠实力的 一腾诚避开摄像头 咬了咬牙 眼底沉的发案 接下来是休闲环节 一腾诚撩了撩头发 眉间淡淡的 语气却嘲讽道 纪博出 你结了婚一定很辛苦吧 不仅要照顾老婆一家 还得担惊受怕老婆出轨是不是 他接着装作好意劝告我 纪博出 你可千万要小心你老婆 给你花大饼 或者破饼 世界上没有不撒谎的女人 像我一样 眼离女人多好 网友开始纷纷附和 大男主不愧是大男主 有气魄有度量 我们腾诚真的是 当代独立男性的杰出代表了 一腾诚讲这么多 我都怀疑纪博出这个懦夫 能不能听懂 两久 我激嘲一笑 直视一腾诚 反问他 一先生 我怎么记得你前不久 才在朋友圈官宣的新女友啊 我顿了顿 接着说 是我记忆错乱了 我嘴角勤着笑 接着道 还是说你失忆了 一腾诚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苍白了下去 直播间瞬间沸腾了 我去 记博出疯了 一腾诚脸色好难看 到底尊都假都 他在立人设吗 我天 一腾诚掐着自己的手 装作镇定道 你要是这么诬蔑我 我白口莫变 直播风向瞬间有一半变了 弹幕凌乱 不是 什么叫白口莫变 你变了 他要是贞观宣了新女友 那我还磕生磕死磕急冒啊 还有一半一腾诚粉丝骂我 记博出这位大哥没事吧 这么造谣 聊八卦就聊到了一腾诚 说他教了新女友 一腾诚被我打得措手不及 脸色慌张了几秒 连忙扯开了话题 休息中途 导演和助理喊我出去 暂停了节目录制 此刻 导演组正如临大敌 导演神色着急 额头冒汗 生怕伺候不好 这位金贵的金圈公主 这位金圈公主 怎么突然有兴致来我们节目了 导演一脸疑惑 要知道柳大小姐 虽然是这档节目的投资商 可从来没来过他们节目啊 这期节目他请来的几位新嘉宾 之前被他打消的念头 在心底又缓缓生气 这金圈公主 不会真的是来探班的吧 圈子里总有传言说 这位金圈公主英年早婚 说得头头是道 可却从来没人见过 金圈公主那位传说中的丈夫 结果导演发现 柳如烟竟然是来参加节目的 所有人大吃一惊 但甲方的要求 谁敢不满足 化妆式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我回头一看 柳如烟穿着黑色连衣裙 侧脸轮廓风锐轻俱 薄唇微微勾起 老公 我心一跳 这人 极少叫我老公 还挺漂亮的酒 柳如烟顺手关上了门 几步就停在了我面前 你怎么来了 柳如烟黑眸深深 不是说很多人欺负你 要我来帮你撑腰 我反驳 我什么时候说的 柳如烟用手剥了剥我的头发 唇角牵起 行 不是你说的 是我的特助说的 我拍开他的手 问道 哼 你不会真的要参与节目录制吧 柳如烟理所当然地点头 嗯 顺便来探老公的班 我脸颊微微发烫 柳如烟前脚离开没多久 后脚依腾成就进了化妆间 他探究的眼神落到了我身上 开口质问 纪博出 刚才柳大小姐进化妆室 跟你说什么呢 我化起了妆 瞥了眼他 你很好奇 依腾成脸上闪过一丝阴霾 没有 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结了婚还是要多注意影响 我轻轻挑眉 笑了下 你是以什么立场来问这件事 还有 你好像管得很多哎 依腾成笑容变得勉强起来 他捏着眉笔的手紧的紧 眼底快速闪过一丝极度 小助理告诉我 节目快开始录制了 让我处理好直接去现场 到了现场 导演开始说话 今天呢 节目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 今天的神秘嘉宾 柳如烟已经化好了节目录制服装 从那边走了出来 高挑苗挑 简直是行走的衣架子 他一出场 弹幕彻底炸了 柳如烟 这个世界玄幻了 我竟然看到 金圈公主给我们录制综艺 感觉有猫腻 不确定再看看 导演好歹是专业的 很快进入了游戏录制 自从柳如烟来了 一腾成的眼神就没有离开过他 还真是招风影碟啊 果然 开始选阻 一腾成就积极地邀请柳如烟 柳如烟掀起眼皮 语气淡淡地拒绝了他 于是 导演硬着头皮 把柳如烟安排在了我们队 柳如烟沉默片刻 迈着步子还真进了我们队伍 他先是打量了 急眼我身边的沈幼楚 沈幼楚礼貌汗手 但不知为什么 他总感觉这位柳大小姐的眼神 带了点敌意 一腾成咬着胶唇 神色难堪 委屈至极 他的手指死死掐住自己 柳如烟腹白貌美还多金 还是金贵的金圈公主 所有人都在巴结 惨媚他 他一想想 自己要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以后的娱乐圈还不是任他横行 甚至还能成功进入上层社会 彻底跨越阶层 他的心顿是按耐不住般狂跳 咚咚咚 他上前一步 离柳如烟更近了些 但他也越发怀疑 柳如烟跟我的关系 玩游戏过程中 一腾成笑容温婉含情 柳大小姐 您跟纪博初很熟吗 柳如烟顿了几秒 回头邪腻了一眼眼前搭话的男人 一腾成精致的面容弯出一抹笑 讨好道 我只是想告诉柳大小姐 纪博初他已经结婚了 他也太不懂得避嫌了 刚刚还在游戏中随意拉着名 迈着步伐快速离开了 独留一腾成苍白的脸站在原地 盯着柳如烟的背影 一腾成心里 渐渐生出一些不好的猜想 他联想起圈子里那些传闻 又仔细回忆起刚才玩游戏时 纪博初和柳如烟隐晦的互动 尤其是刚刚 柳如烟语气中的纵容和宠谱 跟纪博初分明不像不熟 反而很亲密 他恍惚地猜起他们的关系 心中忍不住极度愤恨 凭什么 凭什么是我最讨厌的人 下一轮 柳如烟被安排在了一腾成一组 一腾成看着摄像头 故意靠近柳如烟和他同框 时不时还要说几句话 营造一种他们关系很好的氛围 果然 直播间瞬间爆热 一腾成和金圈公主站在一起 真的好养眼啊 磕死了 磕死了 他俩好配 帅气高知男明星VS高冷金贵金圈公主 啊我死了 请让他们锁死 谢谢 看着直播间 我在看着站在一起的一腾成和柳如烟 我都有点磕他们俩了 真心话大冒险又开始了 一腾成这回目光炯炯 语气假意温和劝导 记博出 听说你和你老婆关系不合 网友还骂你老婆渣女 你这样不太好吧 应该帮他澄清一下 嘖嘖 我目光闪了闪 柳如烟笑容意味深长 一腾成故意挑拨 既然你不爱你老婆 为什么不离婚 我冷笑 离婚 我装作思考片刻 笑容渐渐加深 语气故作羞涩 没想过 我老婆说他爱我爱到不能自拔 情难自禁 离了我不能活 听了我的话 众人一阵尴尬 只有当事人柳如烟眉眼轻条 唇角抑制不住地往上勾了勾 一腾成指甲死死陷进肉里 笑容勉强 那你老婆不介意吗 不介意 他巴不得我多骂骂他 嘿嘿 大家懂得都懂啊 一众人瞬间憋不住都笑了 连网友也夸起我来 喜死我了这哥 性格好逗 他好放得开啊 好好玩啊 有点想法 但柳如烟和一腾成这会儿 都有CP名和CP超话了 有些人自然不乐意了 好无语 这个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们小男孩那么善良为他着想 他还一脸不屑 受不了这雄劲哥 眼神又在勾引柳如烟了 把沈又楚抢走了还不够吗 一腾成极度地发狂 自然 我和柳如烟互动时 我阴阳怪气了他几句 都怪他太招风影碟 我给他甩脸色 不让他帮忙 找线索和闯关都是我自己做的 反观一腾成那队 从一开始就没顺利过 杨伟一个大男人 被一腾成跟训狗一样骂 但刚开始也是他自己选的人 这回子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一直在努力找卡片 最后找到一达换取了关键线索 柳如烟亦不亦趋地跟在我身后 竟然有点像一只委屈的大狗狗 网友风向慢慢变了 突然不太讨厌纪伯出了 磕到了磕到了 有没有人去见超话 这下 我和柳如烟的CP超话 竟然蹭蹭涨粉 于是 网友们边看节目 边观察分析 感觉一腾成在金圈公主面前献殷勤泪 有点虚伪 反倒是纪伯出一直在认真做游戏 很敬业 不是说一腾成讨厌女人吗 前面的不懂了吧 爱女是最好的时尚单品 录完综艺 我和柳如烟上了高位热搜 柳如烟纪伯出磕死我了 爆 金圈公主录综艺 爆 连续几条热搜 网场上 好多人猜测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而且好多自媒体视频看上热度 开始疯狂剪辑我和柳如烟的CP视频 大多数都是高赞 评论区都在八戏剪 磕生磕死 我心想 完了 这下给他们磕到真的了 由于这波热度 我经纪人接到很多影视剧本子让我选 有部古装剧是一个原创剧本 看完本子后我没选男主角 而是选了男二这个配角 我一眼就被男二的性格吸引住了 人设也很立体 本子里男主是个万人迷角色 而男配是一个只有几集戏份的小角色 经纪人张哥不是很理解 我笑了笑解释 角色不分大小 这个角色我很喜欢 直到试戏当天 我才知道这个剧的男主是伊藤诚 伊藤诚看到我只是一个小角色 脸上竟是得意之色 一个配角而已 用得着这么卖力吗 你未免也太装了吧 他穿着大头皮鞋 西装 居高临下的服侍我 眼底流露出轻烈之色 我边翻剧本边勾唇 你这副嘴脸你粉丝知道吗 要不要我录下来给所有人看看 伊藤诚气急败坏 想起什么来 冷笑了下 试戏的时候有场对手戏 伊藤诚眼底藏不住恨你 他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由于在试戏 我没躲 导演喊卡后 伊藤诚装作不小心道歉 哎呀 不小心打到了你 记不出你没事吧 导演和众人皱了皱眉 刚才那一下响声极重 哪里像无意的 但导演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伊藤诚背后有很大的后台 这个男主角也是他背后的资本给的 本来导演 是有些看不上伊藤诚的演技的 伊藤诚笑意深深 接着故意提议 导演 刚才那一下我好像没发挥好 要不再来一条吧 我没心错了错 导演看了看我红着的脸 左右为难 最后又下定了决心 拒绝了伊藤诚 算了 这只是世纪 不用倒一条 刚才的发挥够用了 虽然这位伊藤诚背后有资本 但他的剧组从来不欺负演员 不论咖位大小 很快 我就收到了试镜通过的消息 随后几个月里我都在剧组里 我的角色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少爷 他经常被人欺负 被砸坏铺子 被找茬 甚至被人造谣 没有人会管一个落魄少爷的死活 可他从来那么坚韧 热忱 即便身似普流 可他目光永远沉静坦荡 看透了善与恶 却依然有春水出生般的勃然 这个角色生命力如野草一般坚毅 我表演时 完全沉浸到了这个角色之中 导演喊卡后 笑着不住地赞扬我 说我那一刻像极了角色本人 结束后 伊藤诚在旁边坐着 他的助理边弯腰给他打散 接着又把水杯递到他嘴边 化妆师来给他化妆 他低头看手机 不耐烦地皱眉 对着助理大喊 哎 你干什么吃的 没看到我的脚很热吗 白痴啊 过来帮我脱鞋啊 助理小姑娘 当着所有人的面被他羞辱 默默红了眼睛 只能蹲下来给他脱鞋脱袜子 我忍着厌恶没去阻止 这样人品恶劣的人 是怎么有资格进演一圈呢 可无论他再怎么耍大牌 品行怎么低劣 公司都可以把他包装成一个 温和善良的小男孩 这是圈子里默认的规则 下午我和伊藤诚的另一场对手戏 他兴致勃勃地向导演提 修改一些细节 说是细节 结果他连台词都要摆 导演不敢得罪资本 他把男主改得大意领人 当乞丐拦住男主车架要吃的 原男主只给了钱 伊藤诚改成了男主当场给吃的 让乞丐跪地谢恩 原男主拒绝了把丫鬟嫁给小丝 结果伊藤诚笑得特别理所当然 丫鬟不配小丝配什么 男不成还想跟着嫁过来当主子不成 台词和剧本被他改了大不了 连着我的剧本都要跟着变动 我一时间不熟悉台词 也不熟悉新剧情 结果 这一幕被人拍下来 恶意剪辑放到了微博上 当天 词条就爆了 纪博出不配台词 爆 纪博出耍大牌 爆 网友们顿时怒了 对208好无语 连台词都不配吗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我看视频里的伊藤诚就很敬业啊 这样的艺人得不配为 应该艾特广电立刻封杀 广场上水军驾驶欲演欲练 我的粉丝与他们黑红对冲 控屏控不过来 经纪人和工作室 觉得我需要解释一下 发个澄清声明 我拒绝了 因为就算我声明了 但没有证据也是网然 一个月后 我的戏份杀青 导演问过我要不要他帮忙澄清一下 剧还没播 负面消息对谁的影响都不好 我拒绝了导演 也拒绝了柳如烟的帮忙 我轻轻勾纯 或许用实力证明自己才更有说服力 很快 这部剧的首支预告发布了 我作为一个被欺负的落魄少爷出场 男主开始时误会落魄少爷 后来就赎了落魄少爷 想给他找一个好妻子 落魄少爷拒绝了 他目光澄澈 少爷 我不想做谁的副剧 不想做谁的下人 也不想做谁的父亲 我只想做我自己 此心不改 日月可见 落魄少爷看透世俗 却笑容可居 他从不觉得自己可怜 阳光之下 那双眼坚韧透彻 花如令首支预告视频 瞬间在微博上爆红 花如令纪博出 爆 纪博出演戏 爆 黑子们性冲冲点进去 发现广场上全是夸我演技疯神的 纪博出这个眼神真的 好想哭啊 他有种向上喷涌的生命力 好强大的内核 深似朴草 心如磐石我爆哭 好坚韧的角色 伊藤诚也有人讨论 他的粉丝边打字边夸 呜 我们小男孩在剧里 也是个善良的宝宝 大男主就是大男主 慈悲良善 会同情作者 网友看了看视频 逆反心里上来了 不是 伊藤诚演戏怎么老是瞪眼 表情乱飞啊 还有那个剧情好蠢 非得当面就乞丐 不怕乞丐一拥而上啊 这智商我服了 乞丐磕头谢恩 他一脸享受 舆论彻底反转 谁懂 这年代了 竟然还有丫鬟配小思的 裹脚步剧情 配评文学能不能滚出 内语影视剧 当然 还有一部分人骂我的 只有我多了一段记忆吗 前段时间 大家还在骂记博出耍大牌 连台词都不背啊 又青州以过万重山 捂着耳朵向前跑啊 有人反驳 可是他确实演得好啊 我对有实力的人比较宽容 我比较喜欢这个角色 有强大的内核 比男主还像男主 果然 角色真的是一个演员最好的滤井 两个月后 花如令正式上映 我的风评越来越好 不少网友 二创我的角色视频和表情报 即使戏份很少 伟大的剪刀手 也能创作出灵魂作品 我弟角色热度指数 超过了伊藤成演的男主 直逼逼 反而伊藤成则被网友审判了个彻底 说他妆容太精致 说他很伪善 演出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剧播完当天 我直接贴出一则声明 本人从来没有在剧组期间 不背台词 耍大牌行为 因为怕影响到观众的观剧体验 一直没有及时澄清 现在在此说明 拍戏期间 剧组有人随意篡改剧本 乱改台词 导致我不熟悉本分 但是后面我也有很好的补伤 有新人在网上 带动水军造谣 污蔑我 我会于法律追究 谢谢各位 我的粉丝在我这条微博底下空底 支持我告黑 拒绝造谣者 声明一出 大家立刻猜测起来 他说的谁啊 乱改剧本很恶心 还要全组人陪他一起赶 不会是伊藤成吧 我好像隐约也听到了点小道消息 紧接着 我弟工作室 也发了长文说明和告黑进度 借用一下某家工作室的话 一条微博成不下所有 女性花朵也好 男性小草也罢 生命不是因被展示或认可才存在 角色分量不同 展示自然也有轻重之别 请各位关心的朋友不要因此介怀 网友们纷纷夸了起来 这句话写得好有水平啊 生命不是因展示或认可才存在 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 这才是坚韧不屈的大男主 伊藤成粉丝彻底气疯了 先捉咖说这些好恶心 拉踩合作演员 买剧有意思吗 哟 我们纪博出小出出真的是 热度没少蹭呢 结婚了还说自己是独立大男主 恶不恶心 网友开喷 怎么 人家演得好戏粉啊 就叫先捉咖是吧 不是 结婚了就不能是大男主了 不能有自己的闪光点 不能有事业了 你这样想 我觉得你爸爸真可怜 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花如令的导演和柳氏集团 接连转发了我的声明 导演支持就算了 关键是柳氏集团官方微博 网友纷纷疑惑 柳氏为什么力挺我 这个什么来头 那可是柳氏集团哎 不是 没有人记得纪博出和金圈公主 上了同一个综艺 还有CP抄话吗 王生 你发现了华底 爸爸妈妈 我出现了 好像磕到真CP了 然而真正的舆论反转 在第二天一大早 热搜伊藤成小助理爆料 哦 我点进去一看 原来是几个月前 被伊藤成人格侮辱的小助理 发了个长文 整天长文说明 伊藤成是如何折磨侮辱工作人员 如何买水军造谣污蔑对家小生 其中包括我 还有伊藤成在剧组篡改剧本 耍大牌 让人给他下跪 随意孤立小演员的 文章最后还说 伊藤成曾经在他们面前 得意洋洋地说 以前小时候霸凌同学 霸凌老人的行为 这些信息一下子被爆出来 冲击到了观众头脑 网友怎么也没想到 伊藤成人淡如菊 不争不抢的形象都是包装出来的 他私底下的品行 竟然这么恶心不堪 伊藤成彻底废了 他的工作室 后援会宣布无期限暂停工作 伊藤成成了恶劣艺人 人人喊打 而我一如以往地认真拍戏 无缝禁足 柳如嫣不满意了 他总抱怨我们聚少离多 我只能安慰他 让他在家貌美如花 而我负责挣钱养家 自从上次 柳如嫣让公司转发了我的微博后 圈内大多数人都知道 我和他的关系不简单 因此对我十分客气讨好 网友开始把我和柳如嫣的关系 他们也想过 会不会我的隐婚老婆 就是金圈公主 但又觉得不切实际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难道是亲切 不过纪博初看着挺努力的 他们要是有关系 那纪博初怎么可能不坐享其成 直到有一次 我知道柳如嫣背着我 给我推掉了一个合作机会 我彻底生气了 我正在上升期 这不是挡我事业吗 我第一次朝他发火 收拾完行李 没跟他打招呼就封闭禁组了 他发来的消息 我也不嫌不淡地回着 有时候看到了都懒得回 实在是这人太过分了 这天 我只有上午的戏份 刚下完戏 经纪人和助理都不在休息室 我找了找 发现导演和其他人都快走完了 这也太奇怪了 导演怎么可能提前走 我心里的预感 在柳如嫣出现时 渐渐明晰起来 他迈步缓缓朝我走来 看着这人 其实我也有点想他了 但我故意偏过头去不看他 柳如嫣垂眸看我 低头道歉 气性怎么这么大 道歉 是我没考虑好 他顿了顿 轻声道 老公 原谅我好不好 我转头瞥了他一眼 看着他眼底的黑眼圈 半赏点了点头 柳如嫣大松了口气 周围所有人突然都出现了 大家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 原来金圈公主 私下竟然是这副模样啊 柳如嫣收给我订了的大玩具 结果他带我到了海淀 饶事有所准备 但看着不远处的巨型游轮 我还是惊掉了下巴 你 你说的大玩具 竟然是 大游轮 柳如嫣黑眸定定地看着我 问道 你喜欢吗 我手指着自己 我 你问我 我当然喜欢了 巨型游轮甲板上 放在了视频封面 在网上被传封了 网友们当场震撼 他老婆是金圈公主 天杀的 还送巨型游轮 和一整个甲板的玫瑰花 我看到了什么 我请问呢 说实话几百万我羡慕 几十一我微微一笑 没啥感觉 因为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恨你们有钱人 还有一部分网友喊话 你们夫妻俩敢耍我是吧 好好好 柳二维这些年受苦了 不过你老公得给我道个钱 行行行 合着这些年 只有我是摇摆不定的恶毒NPC呗 女记者抖了个激烈 季先生 您这么努力 是为了追上柳大小吉的步伐 能更好地配得上他 站在他身边吗 柳如烟弯了弯唇 所有人以为我会点头 但我也勾唇一笑 抱歉 我这么努力 不是为了能更好地配得上我妻子 这么说吧 我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能变得更好更闪亮我了 我很享受聚光灯下的我 我很享受在剧组演戏的我 我很享受灵魂有香气的我 谢谢 记者信信地坐下了 另一个记者接着提问 听说您夫人送了您巨型邮轮 网友现在玩你们的梗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顿了顿 随后举起话筒 我想说的是 大家玩梗归玩梗 但网络环境是很复杂的 我经常深陷舆论影响 有些自媒体 营销号为了追求流量 缺乏社会责任感 所以我希望自己还有我的粉丝们 要做一个有判断力的人 不要随意敌情绪化的 去评判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 最后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指证 演员纪博出会一直在路上 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 与大家一路同行